搜集外物身上的東西 喔~~ 這是她的癖好 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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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畢竟她是皇后 所以她當時有把這個徵召令 發到給她的人民 讓他們知道說 呃 只要你獻出怪物身上的東西 我就會 給你錢錢 好 錢錢 我一直想會出現什麼卡 知道嗎 然而 還有誰沒被用過啊 巧克力 我們這邊 傑瑞很幸運的 喔~~ 遇到了一隻 所以傑瑞是哪一隻生物啊 傑瑞是什麼生物啊 不知道 她是人嗎 她是人民 蛤啊她居然是人 她是人民 她是人民 她是那個 皇后的人民 她有一天 很幸運的 在她住的小屋附近 發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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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正在 互相 追逐 的 傑克龍在追誰 青蛙和小孩嗎 傑克龍在追頭 沒有傑克龍啊 土啊 追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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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蛙追著小孩嗎 追逐的 所以說 青蛙神父 一直會講話的 哈記青蛙啦 粉絲 是 蛤 沒有青蛙卡嗎 沒有 沒有 那我知道 怎麼開始掰到我的結局 蛤 等一下 讓我想想喔 因為我沒有想到 竟然沒有人要插樓 你知道嗎 哈哈 我講了什麼東西 你可以抽一張卡 抽卡 我要努力掰到你們插樓 哈哈 插樓 於是她設了陷阱 陷阱 陷阱 好 故意講的嗎 他們爬上一個高山這樣子 故意講 所以 所以是 那個 結果 有一個阿兒皇后 她有收集怪物東西的屁號 所以她發出了這個命令 然後 那個 傑瑞人民很幸運的在她小屋附近 發現了一個 呃 很神奇的哈記青蛙 正在追逐著某個東西 嗯 好 然後她設了陷阱 所以這時候哈記青蛙還沒 各種吧 還沒 對對對她還沒 年輕的皇后 對所以是 年輕的青蛙 對 所以呢 這個 這個年輕青蛙呢 就 不小心進到了這個陷阱裡面 欸忘記抽卡了 好 你先抽卡 對 然後 這個時候 要被阻 嗯 我想一下喔 哈哈哈哈 進入了陷阱裡面嘛 然後 這個時候呢 小男孩就出現了 哈哈哈哈 他就看著這個陷阱裡的青蛙說 大喊著 欸 這裡有一隻青蛙耶 你不是跟媽媽講嗎 我故意不要講媽媽 哈哈哈哈 平行思考 這裡有一隻青蛙耶 然後 然後呢 這個青蛙怎麼這麼的笨啊 哈哈哈哈 現在就這樣進去了 哈哈哈哈 青蛙 哈哈哈哈 好可憐喔 第二次在講笨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後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 這個小男孩呢 就 把這個 落在陷阱裡的青蛙 把他抱了出來 然後呢 想要把他 拎走 欸你幹嘛這樣 哈哈哈哈 而且這段小孩不是團團 小孩 拎走拎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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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欸 突然呢 這一隻這個孤兒巨人出現了 哇賽 孤兒巨人 我都忘記他前面做什麼事情 他就是把那個啊 變成青蛙 把他自己變成青蛙 就不然 孤兒巨人 對孤兒巨人 這隻孤兒巨人叫做巧克力 對 然後呢 這孤兒巨人 就看著這個小男孩 跟這個青蛙 然後這個時候巨人就說 欸 小男孩 你這個 手上這個青蛙啊 可不可以給我一下啊 然後 這個 這個小男孩說 為什麼要給你 這是我抓好不容易抓到的東西 然後呢 結果呢 這個巨人就說 啊 不然這樣子好了啦 我現在身上有一個寶物啦 那這個寶物呢 欸 這個寶物我覺得 還算不錯啦 看你要不要跟你來做交換這樣子 然後 沒想到這個小男孩一看到寶物就說 喔好好啊我們交換吧 然後就把青蛙丟給的就是 孤兒巨人 欸對不起我有孤兒 好好好 那給你 你剛剛講到哪裡 巧克力巨人 嘿 巧克力巨人 就是拿了一個寶物 然後呢 跟小男孩換的那隻青蛙 嗯 剛剛他換了哈記 嗯 喔所以這是平行時空的嗎 對 好 結果發現呢 那個寶物是那枚戒指 欸 阿所以傑瑞在哪裡 傑瑞是 欸對 他就是看到青蛙 喔他是看到了 他弄的陷阱啊 好好 然後結果來陷阱吧 阿拿走的是小男孩 不是傑瑞 喔 傑瑞做白宮 所以這個小男孩呢 就帶著戒指 回到他村莊的家 有沒有家 阿 沒有喔 沒有錢 好 現在難道很希望大家 大會到 然後 阿 又會出來嗎 蛤 呃 是 你那麼想接來給你 我沒有 給你給你 我好快 哇賽 繼續繼續沒事 隔天早上 他經過了一個好像很眼熟的樹 但是總覺得少了點什麼 他覺得很難過 于是他走著走著 遇到走向皇宮城堡 看到前面的守衞 跟他說 我手上有巨人的寶物 但是守衞說皇後要的是怪物身上的東西 于是小男孩又 帶著戒指回家 那個戒指長的跟輪胎一樣大 不知道是哪來的 好像只有巨人跟某種大型生物才帶著上去 於是他就推著回家 很累 那個鏡子是不是龍的父母剛好可以戴上啊 對我就是想要這樣講 你要嗎 那再來就是回到傑瑞劇情 阿傑瑞是什麼 傑瑞是他要是村民 他只是村民而已喔 對對對他只是個村民 喔他是不是還什麼 這個傑瑞就包括什麼 走到商邊啊海邊啊河邊啊 一個人去旅行啊 然後發現什麼都沒有就回家了 你的那個啦回歸卡告書來啊 哪一張啊 好啦給你啦換你獎換你獎 換傑瑞就比較好獎了 傑瑞什麼都沒有而已 他只有他有很多很多錢錢 他是一個幸運的村民而已 他是幸運的人 他有幸運的發現而已啊 沒有不一定很幸運 他怎麼現在才給我這張啊 衣服嗎 不是快到了 不是快到了 好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這件到傑瑞的故事線是不是 嗯 他發現的東西而已 什麼都還沒用 對他發現他設了陷阱 就那個青蛙都不見了這樣 好就沒了 這邊的兵器是空事 傑瑞會抓青蛙嗎 是那個講阿兒的收集屁 收集屁的 原故事 我這條故事線更往前一點 對 不然已經太多故事線了 等一下 等一下我會阿 故事線我會阿 故事線我會阿 故事線再往前推 再往前推 前面是隨便你怎麼講都可以的 對對對 小羽還沒出門 還沒還沒還沒 還沒還沒 小羽還沒出門阿 對 我還沒關起來耶 好棒喔 應該要說是在 哈記變成青蛙之後 小羽出門之前 對對對 衣服還沒被尿 我覺得如果有觀眾 可以幫我們整理出來 一定超厲害 我也覺得阿 你知道我們這邊 上次不是有那個整理的那個 有我有看到 他說 我要先去補一下紀錄檔 哈哈哈哈 呃 這樣 現在從傑瑞歸來什麼 就走回家而已阿 到處逛逛走回家 就這樣而已 他招住要走回家 我把主線整理好了 底下都是直線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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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呃回到家之後呢 他的 他的兄弟姐妹有沒有看到 他全身傷痕累 然後他出去做 嗯哼 斷麥 斷麥 好斷 我已經斷了 嗯 我說就是 呃 他回家之後 然後他的兄弟姐妹看到 他全身傷痕累 哈哈哈哈哈哈 好像沒怎麼改進 我覺得他很像是被消音耶 岔期笑人俞一模一樣 哎哼 你說關鍵字不能講 那是髒話好不好 啊 User一點方法 你再講一次試試看 因為剛剛真的都斷掉了 我說現在回到家之後 鸍ides 所以我指서도正常阿 我...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他回家之後 他的兄弟就問他 說為什麼你傷人可以累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他說 他在回家的路上 有走到一個山脈 然後有看到一條龍 長一個很醜陋的龍 然後 傑克史太龍嗎 哈哈哈哈哈 因為他是傑克史太龍嘛 王力龍 王力龍 然後你看底下這個圖 這就是他的本體 哦 好 好 眼睛就換起來了 你是應該 這個是什麼東西 大便 對不起 大便 誰會被大便 壓死了嗎 燙到 燙到 大便燙到 頭 好燙喔 大便有這麼大便 他吃眼睛長大是不是 當時有點 他有點恍惚 他覺得 那個 這可能就是 因為那個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龍魚大便長怎樣 哈哈哈哈 沒事沒事 繼續 很好很好 然後 呃 回到家之後 就是兄弟姐妹看到 那個傑威這樣子 就準備一些藥品去 幫他 就讓他康復 嗯 然後 傑威 傑威就覺得 啊 等一下 哈哈哈 超難 講故事就要崩潰 可是 哈哈哈 這個可以出嗎 我不知道欸 嗯 哪一個啊 就是覺得兄弟姐妹有關心他 這個超難接的 這個感覺不太順 因為他是說 人 他感覺是一種 婕威 就是說 這個事件證明 人要多關心自己的同伴 可是傑威又沒有死掉 所以感覺 被燙到啊 很難過欸 天啊 哈哈哈哈 而且還是被大便燙到 可是死太濃欸 哈哈哈哈 死太濃 哈哈哈哈 就是他 兄弟姐妹看到他燙傷 然後 很難過 他覺得說當初應該是要跟他一起出去的 他沒有跟他一起出去 嗯 很難過 對 所以證明了他應該多關心自己的同伴 哦 這樣接就可以啦 這樣就可以 好 G666 哈哈哈 最高真的一直都斷喔 很斷啊 最傷心我要接傷心 哈哈哈哈 而且你知道最強的是什麼 一段都一樣的話你知道嗎 對啊 一模一樣 喔我被這張結局卡害到我 沒辦法開始 結局 欸我的很難欸 我結局卡是什麼 真愛破除了 我超難 我一直套他蠻髒欸 欸 你們自己看我的 狗狗嗎 暗共的統治者重新登上皇位 喔我跟你講那張結局卡我抽到兩次 呵呵呵 所以我這次都還這麼安靜 那超難的 對啊 反正你為什麼隔壁抽個門 關心一下同伴 他被大便砸到欸 哈哈哈哈哈哈 他沒出現 剛剛關心他一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而且他當下 他當下還不知道那是什麼 對 他覺得臭臭的 他還很好 不知道是什麼 不知道被什麼躺到了 然後我們的小雨 還是永遠睡在那邊 哈哈哈哈 他還是被關著 這個故事件我還沒出門 我也沒想要救回來 這個是他還沒出門 他這個故事件還沒出來 是啊 是還沒出門 他的故事件還沒去找這個 龍都還沒去找法師 對啊 欸對啊龍的龍 龍招法師有寫上去嗎 好像沒有 呃要求好友啊在這裡啊 喔有有有有 龍招好友變衣服 所以飄他到底是幹嘛用的 結婚用 沒有他就是 交配用 沒有他就是結婚而已 對啊就是 好龍套的 交配用 哈哈哈 好龍套的 主持續他的小孩的爸爸媽媽 所以今天 今天的主角就是 傑克史太郎 哈哈哈哈 注意他還在飄向北方 他還在飄向北方 他還在飄喔 然後他是在這個故事件 這一邊 這邊被打死的 哈哈哈哈 裡面才被打死 就是 跟皇后跟小偷在一起 然後一段時間 被一骨打死 他其實是最後結尾的 對 那 而且他最後是不是死掉了 可是還不知道 就是跟星星打架 然後星星贏了 對不對 然後 我們只是知道 對啦 這裡星星的故事啊 然後小偷在這裡 小偷到這邊也死掉了啦 到這裡應該也死了 被關死了 哈哈哈哈 被關死 不一定啦 他搞不好被關起來 當娛樂 蘇星衣服最後很後面欸 因為他回去找國王 一定是皇后的小孩了 嗯 他是皇后的小孩 所以這 所以這在後面 在他後面了 那那皇后小孩有沒有拿零片啊 沒有啊 那零片就 對啊 他就繼承給他的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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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片是繼承給他 可是有沒有做使用 或是做什麼也沒講 我們沒講啊 不是啊 拜託那零片就沒有要幹嘛啊 那個 沒有 就扯了回憶號吧 那是屁號 那是屁號 那是他的配號 哈哈 哇 本來就沒有要幹嘛 結束可以把石帶回家欸 這一次 這一次 異想不到 居然 我們講了兩個小時的故事 可以串起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後半個小時都可以串起來 對啊 好痛喔 好累喔 看完電影要注意後面的小彩蛋啊 欸對啊 那個 電影結束囉 這個 不知道什麼結束的電影 飄向北方的龍結束囉 對對對 飄向北方的龍 啊那個巨人那個 欸巨人那個是在哪裡啊 那個好像是不一樣的 前面就是前面 小宇之前 巨人很前面 巨人唯一做的事情 只有把哈記變成金銀王 對對對 變成又老又醜又笨 哈哈哈哈 天 他又會失明 呵呵呵 他又中毒 那被門夾到 呵呵 對啊 好啦今天就開到這邊啦 小宇人 請大家 小宇人 早時間大家記得把又老又醜又失明的字畫畫出來 哈哈哈哈哈哈 好就這樣啦 小宇人 大家不可以 掰掰 掰掰 你才那麼有話醜啦 哈哈哈哈 你還失明 我還早還斷掉 好啦 先感謝大家收看 我本來就是想說 他們今天又要玩這個的話 我就是可以把其他故事線拿來用 他就真的一直玩下去了 好啦 就這樣啦 大家掰掰 喜歡我的影片 幫我點喜歡想繼續看 幫我點訂閱喔 掰掰 掰掰 阿廣告我播過了 呵呵